我現在要介紹 Feels Like Rain 這首歌的演奏 這首歌的爵士鼓演奏架構不會太難 我們用一般的基本的節奏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去注意到它在第二拍的後半拍 有一個低音的一個重音 我們會這樣算 1 & 2 & 這邊有一個位置 就是2 & 這個位置有一個大鼓 所以在這邊要記得踩這個大鼓 至於第三拍你就可以踩或者是不踩 所以節奏會是這樣 1 & 2 & 3 & 4 & 打起來是 或者是 這些節奏都是可以用的 等一下我會示範的話大概就是後者 就是只有第二拍的後半拍跟第一拍 第三拍我就不踩了 再來是這首歌在不同的段落 你可以使用 Hi-Hat 或者是 Ride 有的同一個節奏你可以在 Hi-Hat 上打 在你覺得音樂的樂句或者是段落 分段 或者是情緒進入另外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可以讓右手的聲部 改變一下右手的音色 例如原本在 Hi-Hat 的聲音 然後變成在 Ride 大致上是這樣 再一個你要注意的是 這是一個十六小節循環的 的一個藍調 非常典型的藍調音樂 其實是模擬 應該說 Cover Body Guide 的版本 前面有一個四小節的前奏 這四小節的前奏沒有爵士鼓 所以你要看情況 如果是在錄音的時候 我可能會前面先算兩個小節的預備拍 我會這樣算 1 2 1 2 3 4 這樣長度一共兩個小節才開始打 那我可能會把這個聲音 錄在 就直接在錄音的時候錄進去 接下來在吉他在彈的時候 鼓手可能會打一些拍子 就直接打在 Hi-Hat 當然在混音或者是後製的過程 也許會把這個聲音拿掉 大概是這樣 吉他手在Solo的時候 我會打八分音符的拍子 1 2 3 4 1 2 3 4 這樣演奏四個小節 然後才開始進歌 那在這個四個小節的演奏裡面 你可以打八分音符 有人也許會想打四分音符 這就不一定 看你喜歡就好了 如果是讓吉他手來 帶領這個前奏的話 也不是不行 那就是吉他手在錄音的時候 他會需要搭配一下節拍器 但節拍器的速度跟鼓手的速度 萬一有一點點落差的話 可能聽起來就不會那麼順 但如果是在現場演奏 這就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可以直接丟給吉他手 讓吉他手去發揮 等他覺得差不多的時候 他再看台上的團員 看樂手一眼看 示意一下我們就可以一起進歌了 接下來是進歌的時候 這16個小節裡面 在第...應該是第...想想看 第12個小節吧 第12個小節有一個 Kick 有一個unison 就是在第一拍 跟第二拍的後半拍 那所以是1&2&這樣的拍子 這個...這兩個時間點 所有的樂器 大部分的樂器會在這邊 同步演奏一些聲音出來 所以拍子的對準是蠻重要的 那鼓手在這邊就有義務要做一些提示 所以鼓手的提示 會是在這個重音之前 所以說 例如第... 第11個小節好了 第11個小節的那4拍會是 1... 2... 3... ... 第11個小節的第4拍 我透過那一組4連音 當然那是一個提示了 你可以不打4連音 打別的東西 也可以 那我是用4連音 1... 2... 3... 然後 其他的人聽到這個... 就知道是一個提示 後面那個Kick就來了 這有助於 大家去感受那個時間點 即使每個人心裡面知道 第12個小節有一個Kick 可是如果沒有這個... 鼓手的這個過門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把時間調得非常的順 每個人聽到鼓手的那個東西 時間可以調得順一點 那個過門會很很重要很有用 再來是 這個Kick有可能會變成別的東西 好像Body Guy的版本裡面 有的時候會變成 第一拍會變成 一組4連音的第一個點跟第4個點 會變成 B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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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錄音的時候或現場的時候fade out 錄音還好啦 錄音fade out比較容易 如果是在現場的時候要fade out 很容易會搞砸 比較不容易把效果做好 所以你們必須做一個 我會建議做一個比較明確的結尾 所以結尾在那四個小節 GCGC 這樣一共四個小節不斷的循環的時候 我可能會建議最後結尾 所以最後一個小節做跟剛剛的那一個KICK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UNISON 所以是one two three 這樣結束 我示範一次 one two three 用這樣的方式結束就可以了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hree three fo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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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